在离北极800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小镇 它曾在1927年被苏联接受管理 这座小镇曾生活着1000多人 美好而富足 这里是苏联开发北极的一个奇迹 然而从1998年10月以后 所有人都离开了这座小镇 大量的建筑和设施被遗弃在当地 整座城市彻底沦为了荒无人烟的鬼城 而非常特别的是 这座鬼城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都不相同 冰天雪地的北极 使得这里除了人类 微生物和细菌都很难存活 各种当地居民的遗留物品都不会腐败 据一些专家推测 这座小城还会保持现在的样子 存在500年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座苏联鬼城 17世纪开始 北极的一些岛屿 就是人们捕捉鲸鱼和海象的据点 到了20世纪 各国的方向开始转向 没宽地开采 那个时候 这里的小岛还是没有主权归属的自由地带 挪威丹麦 荷兰英国和其他各国的船只 都会在岛上来来去去 1920年 美国和英国 挪威等一些国家 签署了斯瓦尔巴德条约 将斯瓦尔巴德群岛的主权交给了挪威 1927年 挪威把一处叫做皮拉米登的矿区 出售给了苏联 皮拉米登这个名字 其实是金字塔的意思 因为这片矿区附近 有一座 酷似金字塔的山 所以就以皮拉米登来命名 1937年 苏联取得了皮拉米登的采矿权 于是一家苏联国有的矿业公司 阿尔克地库格尔 便开始在这里发展采矿事业 一开始的时候 皮拉米登并没有什么生机 小镇死气沉沉的 没有什么人来这里工作和居住 但是二战之后 苏联在皮拉米登投入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是聚职在这里修建了 房屋 餐厅 医院 娱乐设施等等 到了1980年代 小镇人口已经超过了1000人 这个时候也是皮拉米登最繁荣的时期 这里为不同类型的居民 专门设置了男单身青年公寓 女单身青年公寓 以及为短期工人准备的招待所 一家24小时营业的小球馆 甚至是一个当年 整个斯瓦尔巴德群岛最好的室内游泳池 一个拥有5万本藏书的图书馆 每晚都放一部电影的电影院 还有篮球馆以及户外运动场 夏天的时候运动场就是足球场 冬天还可以当成溜冰场 除此之外 这里还配备了文化工 北矿工人下班之后 可以来这里听古典音乐 音乐厅里面也有不少的乐器 甚至还有一家用船运来的 红色十乐牌的古典钢琴 它是地球上最北边的一家钢琴 同时还会供为家属配备了 入制园和小学 甚至是公墓 而且皮拉米灯的储备非常充足 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 苏联人还盖了一座牛棚 让这里的居民可以喝到最新鲜的牛奶 北极的冻土地带 湖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非常低 大部分的植物都无法生存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 改善北极村内的冻土环境 让皮拉米灯的居民 也能在北极种植东西 苏联人做了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 他们运来了一船又一船的土壤 覆盖在原有的土地之上 这些不是普通的土壤 而是来自东欧平原的 肥沃的乌克兰黑土 人们经过努力 可以在夏天的时候 让北极的岛屿上长出绿油油的青草 温室里的土壤还可以用来栽培作物 土豆、黄瓜、青椒 以及各种的观赏植物都得以生长 当地人甚至还搞起了养殖业 鸡肉、猪肉、牛肉 完全可以通过本地饲养 达到自己自主 这里的一切设计 都考虑到了工人的福利和家庭生活 皮拉米灯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工作单位 在整个1960年代、70年代、80年代 皮拉米灯矿商的工作是非常受欢迎的 工人的合同期为两年 工资也不错 在此定居的人都非常喜欢这里 很多当年在这里生活工作过的人说 在1970到80年代 在皮拉米灯的那些年 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严格来说 当时的皮拉米灯的生活质量 甚至超过了苏联本土的一些地方 其实皮拉米灯对苏联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布局 并没有很特殊的意义 但是苏联却不能没有它的存在 因为苏联打造皮拉米灯最初的目的 就是为了打造一个完美的、理想的 苏联制度下的生态社会 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人都可以来参观 并向整个世界彰显 这些成就都是来自于一个更先进的制度 更有实力的社会 根据公约 帝约国的公民可以免签来到这里 苏联完全开放了皮拉米灯的签证 外国人可以不用签证 直接来这里参观 皮拉米灯也成为了 唯一可以允许外国人自由出入的苏联城市 然后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弊端 苏联想要建立完美的样板城市 向西方证明自己的心态太过急切了 皮拉米灯的成功表面上看上去是煤矿的红利 实际上是来自苏联政府的补贴 事实上皮拉米灯的煤矿业基本没有任何的利润可言 皮拉米灯的煤层有几米厚 这使得开场成本较高 但是煤的质量又不好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 国家给母公司阿尔克蒂库格尔和小城的财政补贴越来越少 90年代苏联整个国家的亏空 这种情况也很明显地表现在了皮拉米灯 物资短缺 工资不能按时的发放 日常生活条件逐渐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 一次悲剧性的空难的发生 彻底的改变了皮拉米灯和当地工人的名誉 1996年 一家从莫斯科飞往斯瓦尔巴德机场的图154科机 因为飞行员的失误在岛上坠毁了 飞机上的141人全部遇难 其中包括11名机组人员和130名乘客 而这130名乘客中大部分都是矿工的家属 死亡人数相当于皮拉米灯当时人口的近10% 空难引发了强烈的连锁反应 死亡造成大面积的清明日 对遇难者家属赔偿的矛盾 也波及了所有与皮拉米灯相关的人 同时也让所有在此生活工作的人 都陷入了巨大的绝望 工人们把矿业公司告上法庭 认为这起事故应该被视为工商事故 他们要得到矿业公司的工商赔偿 母公司的高层也很清楚 国家局势又非常不稳 财政补贴越来越少 现在可能还要赔偿煤矿工人一大笔赔成金 多重因素作用之下 他们最终决定永久关闭这个北极圈的小城 1998年3月31号 工人们便开始陆续的收拾东西离开 有的沉船到了南边的巴伦之宝煤矿继续的工作 有的则回到了俄罗斯大陆寻找新的生活 1998年10月底 在冬季封航期来临之前 最后一批居民离开了这里 从渝越小镇到煤矿小镇 再到1998年最后一位居民的离开 皮拉米登作为苏联理想主义的乌托邦 维持了71年 成空了 皮拉米登陷入了漫长的封城期 工厂的设备 文化工的桌椅 散落一地的文件 都还整齐地留在原处 一下子被腾空的小城 就像是空降而来的一座不见人影的鬼城 从2007年开始 俄罗斯政府就渐渐地意识到了这座鬼城的旅游价值 走进皮拉米登 就像是走进了一台时间机器 因为北极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使得这里的建筑风格和建筑物都保存得非常好 水泥板楼的宿舍 经典的赫鲁小夫楼 都很好地沿袭了社会主义集体的住宅风 地球最北端的列宁雕像 以及标准的苏联式的地名指示标 以至于让许多的游客都觉得自己回到了苏联 苏联的文化和政治渗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这里到处都有苏联全盛时期的影子 2012年一位叫做亚历山大 罗曼诺夫斯基的人 硬币成为了皮拉米登的向导 成为了第一个回到皮拉米登居住的人 此后其他五个人也加入了他的行列 罗曼诺夫斯基还笑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北的头颅 有的时候直升机会来给他们送信 在皮拉米登他们只能用这种最古老的通信方式 来联系亲朋好友 如今的皮拉米登已经被当地的物种接手 仿佛成为了动物们的天堂 海鸥抢着窗台入巢 繁衍生息 北极熊的时不时地从城中穿过寻找食物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漂亮的北极湖 罗曼诺夫斯基他们都会扛着步枪出门 因为北极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 会随意地在这附近出没 他们必须保障游客的生命安全 自2007年以来 阿尔克地库格尔公司 一直在翻新酒店和升级基础设施 包括建造一个配备柴油发电机的新发电站 以便为来这里游玩的游客提供住宿 到了2003年皮拉米登的酒店重新开业 游客可以在皮拉米登上过夜 电影院也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 可以应游客的要求预定电影 超过一千部苏联电影的档案 保存在了储藏室当中 但是俄罗斯政府还是希望尽可能地 保持这里原样不变 比如他们禁止游客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进入这里的任何建筑 拿花建筑的门窗是开着的也不行 空无一人的小镇上 枯萎的植物还摆在窗边 教室里的书桌上 甚至还堆放着孩子们的作业本 干净的碗碟堆放在架子上 西方的被子整齐地叠放着 采矿的设备还在 就好像离开了工人 还会突然回来按下按钮 继续工作 然后一起照旧 只可惜这些都是错觉 没有人会再回来 现在小镇仍然是最后一个人 离开时的样子 如今每年的5月底到10月的时候 游客们可以通过挪威的旅行社 或是船运公司 乘坐游轮前来享受 一日游的观光服务 其余的时间内 这里会处于24小时的几夜中 漫长的黑夜来临时 连皮拉米登上工作的导游都会离开 把这里彻底地交给北极圈的动物们 据专家推测 皮拉米登的建筑还能继续保存500年 整个城市会成为一座历史的纪念品 就像石棺穿梭一样 而苏联曾经鼎盛的时期的样子 待到几百年之后 也许到那时 皮拉米登会超越苏联和冷战的历史局限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成为一座金字塔般的存在 一座证明人类成立想打造 理想乌托邦的世界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虫毛周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